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意见 要求全军推进习近平提出的三部辅 这是在10天内习近平三次谈及军中反腐之后 中共军委再次强调反腐 外界猜测中共如此密集发文针对军队腐败问题 其实是政治清晰的讯号 三部辅及习近平多次提出的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等口号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 习近平打贪打辅的用意是为了肃清政敌 并不是真正要把军队打造成一个清廉的国防力量 习近平发动过多次反腐调查 被认为只是以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诚指出 在解放军里面腐败是普遍现象 习近平是因为不相信他们才反腐抓人的 习近平一上台反腐 首先在军队抓人 将军们一说抓就抓走 军队对他不服 就是得罪了军队 第二个 习近平对军队军事不了解 所以他的军改是一个大败笔 姚诚说 军改完完全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 防止人家去发动军事政变或者抗议他 现在恶果出来了 整个军队对习近平都是不满 习近平要打仗 他最忌讳的是 部队一旦有了武器 很容易有能力去反抗 所以他现在管控部队 一再整肃 已使得军心涣散 现在火箭军根本就打不了仗 人心都不在一块 你说基地司令 旅长 他的领导 他的恩人都被抓起来了 他还会去给你打仗吗 这些旅长司令们一旦撂挑子以后 基本上没人干得起来 火箭发射 他没有能力 他发射不了 在计算机前面都很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 没被清洗 所以火箭军没战斗力了 7月31日 习近平任命 新火箭军司令员和政委 坐实了火箭军将领出事的传闻 习近平这种操作 火箭军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别说打台湾了 自己内部的问题一段时间都解决不了 你想想看 整个火箭军 他一个将军都不用 整个火箭军都在为他进行检查 整顿 人心涣散 去年11月底 美国空军大学公布中共火箭军结构报告后 中共严查泄密者 火箭军外交部战略支援部队都受到牵扯 都遭到重创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说 习近平对军中包括他自己提拔起来的这些将领 心里不放心 所以才会有这种大动作 习近平以后会面临很大的危险 真的要去打仗的话 还没有开仗先斩大将 这是一个军中的大忌 7月26日 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公告 征集装备采购招标中的腐败线索 并盗查6年以来 拉帮结派 私下勾连 主动泄密等行为 2017年至今年3月 现任中共防长李尚福 就任装备发展部部长 姚诚认为 发这个公告是要清查李尚福 接下来军队会爆出更大的雷 瓦格纳雇佣军自从叛乱后 一直在白俄罗斯驻留 并寻求挑衅波兰 这让位于北约东部前线的 北约盟国日益担忧 与此同时 波兰指控白俄罗斯侵犯其领空 并因此将在两国边境部署更多军队 北约成员国与克里姆林宫 重要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 进一步升级 华沙称 两架白俄罗斯直升机 在8月1日周二的训练演习中 侵犯了波兰领空 白俄罗斯国防部对此予以否认 并斥之为牵强附会 在此之前 驻扎在白俄罗斯的瓦格纳拥兵集团 正在向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 苏瓦乌基缺口逼近 自从瓦格纳军队在俄罗斯 短暂兵变后开始抵达白俄罗斯以来 人们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波兰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是与白俄罗斯接壤的 北约和欧盟成员国 两年前 当开始有大量移民和难民 从白俄罗斯抵达其边境时 他们已有额白的变装军人混在其中 目的是在西方制造不稳定 波兰总理马特乌什 莫拉维兹基上周末表示 白俄罗斯境内约100名瓦格纳战士 已接近波兰边境 苏瓦无机缺口 该边境地区将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 与白俄罗斯接连起来 是波罗的海国家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 唯一的陆路连接 莫拉维兹基对记者说 现在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这无疑是向波兰领土发动 进一步混合攻击迈出的一步 美联社报道 周二发生的一起事件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两架白俄罗斯直升机 在进行演习时 低空进入波兰领空 波兰国防部向北约报告这一事件 称两架白俄直升机 在比亚沃维扎东部地区跃进 那里海拔非常低 使得雷达系统难以探测到 北约周三表示 正在监控事态发展 一位匿名北约官员表示 北约正在密切跟踪 其东部边境的局势 包括昨天两架白俄罗斯 用直升机短暂低空 进入波兰领空事件 波兰国防部说 事件发生后 波兰国防部长马柳什 布瓦什查克 随后下令在边境沿线 部署更多的部队和战斗直升机 立陶宛和拉托维亚也表示 他们已在边境部署了 更多部队和装备 8月1日 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调查中 因涉嫌试图推翻 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而被提出四项刑事指控 川普执政时期的副手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对此评价称 我们的宪法比任何人的职业生涯都重要 分析认为 这将令川普的政治人格受到严厉打击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周二向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起诉书 起诉书指控川普犯有三项共谋罪 一是川普欺诈美国政府 二是阻挠妨碍政府公务 三是剥夺联邦法院或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川普还被控第四项妨碍官方程序的罪名 与川普同为2024年大选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彭斯 在一份声明中评价道 今天的起诉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任何人将自己置于宪法之上 都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 根据起诉书 当彭斯对川普可以阻止拜登获胜的想法表示反对时 川普对彭斯说 你太诚实了 彭斯被传唤到提交起诉书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 他在自己的书《上帝保佑我》中提到了这段故事 起诉书还称 川普在2020年12月25日给彭斯打电话 祝他圣诞快乐时 向彭斯逼问推翻选举的计划 起诉书称 彭斯在回应时告诉川普 我不认为我有权改变结果 彭斯在声明中强烈批评川普 称尽管这位前总统有权享有无罪推定原则 但我们的国家比一个人更重要 彭斯表示 我们的宪法比任何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都要重要 据报道 8月2日汪峰工作室发布了汪峰评价刀狼新专辑的视频 视频中汪峰表示 把这种莫名其妙的完全莫须有的一种观点强加于大众 却相信刀狼这张专辑或某一首歌里有这样意图的人 自己心里面是阴暗的 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对刀狼有任何偏见和看不起 将刀狼新歌解读成是刀狼的讽刺和复仇 是对刀狼非常严重的贬低 那马虎不知道它是一头驴 那幼鸟不知道它是一只鸡 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公好威名 近日刀狼新专辑面试 其中的罗刹海市被指内涵纳英汪峰杨坤等 8月2日汪峰在社交平台上正面回应刀狼的新专辑 音乐从来就应该是音乐本身而不是是非 在这段视频里 汪峰花了大约20分钟聊刀狼的新专辑 在视频开头 他表示任何音乐它只是音乐而不是是非 不是道德审判 他认为最近的一些风言风语 只要没有不尊重 没有侮辱谁 所有的想法言论都是一个人的天然权利 我看到网友在说 文章也在说 20年前我对刀狼的评价 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去谈论和解释 汪峰称 在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对刀狼有过任何的偏见 自己一向对于做音乐的人不是这种态度 汪峰说 20年间刀狼似乎没有做音乐之外的事情 只凭这一点我对他就是万分尊重的 他还表示这张专辑最喜欢的并不是罗刹海事 而是未来的底片 不过汪峰也解释到 刀狼的专辑与他喜欢的音乐完全不是一类 但这不妨碍他对专辑的喜欢 至少说明刀狼一直潜心在钻研音乐 尊重来源于以执着于音乐探索 并且一直在进步 汪峰再三解释 从来没有看不起刀狼 说句实话 在我心里面还没有看不起的音乐人 汪峰表示 当下有人说刀狼用一首歌去讽刺 甚至报复某些人 这种说法非常贬低刀狼 把这种莫须有的观点强加于大众 自己的心里是阴暗的 因为任何音乐不是是非 不是道德审判 汪峰给刀狼的专辑打了93分 他认为这张专辑比较出色 他呼吁大家不要上纲上线 不要赋予太多道德东西 在汪峰之前 四人中已经有杨坤做了回应 有网友发文评论 罗刹海事所带来的舆论风波 表示不认同网友们网报纳音杨坤等人 别绑架底层了 被你骂的也是底层 罗刹海事这歌可能骂的就是你哦 7月28日杨坤在这条微博的后面 发表了评论 最后一句说对了 有网友分析 难道杨坤是说 刀狼在新歌里骂的不是杨坤等人 而是在骂所谓底层的网友吗 7月29日刀狼经济方表示 关于罗刹海事不会有公开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日周三表示 希望于今年秋季举行乌克兰和平峰会 而本周将在沙特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议 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一步 周三抵达里斯本参加为期五天的 天主教青年节活动的教皇邦纪格 呼吁欧洲为乌克兰和平架器桥梁 路透社报道 泽连斯基周三在向乌克兰外交官员 发表的一项讲话中表示 将有40多个国家的官员 出席8月5日到6日 在沙特海滨城市 吉达举行的会议 泽连斯基称 我们正在为于今年秋季举行的 乌克兰和平峰会进行努力 他称 乌克兰正与盟友协商 结束俄罗斯在一年半前发动的 乌克兰战争原则条件 泽连斯基期望召开的峰会 将基于去年秋季基辅提出的 十点和平计划 乌克兰十点和平计划 包括归还包括克里米亚 和整个敦巴斯地区在内的 所有乌克兰领土 以及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撤军 乌克兰及西方官员已表明 俄罗斯不会被邀请参加 在沙特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议 另据报道 教皇方济各周三抵达里斯本 开始对葡萄牙为期五天的 天主教青年节访问 教皇呼吁欧洲为乌克兰和平 假期桥梁 法新社报道 预计将有100万年轻天主教徒参加 在天主教堂内举行的 这一次天主教重要的国际聚会 86岁的教皇向官员和外交官 发表讲话时说道 我们在历史海洋的风暴中航行 我们感到需要勇敢地走和平道路 他表示 怀着对欧洲的挚爱及其所体现的对话精神 我们可能会问 如果你不向世界展示和平之路 以及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创造性方法 那你还能走向何方呢 自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教皇多次呼吁乌克兰实现和平 并寻求发挥调解作用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